以西解书第五章 人子啊 你要拿一把利剑 当作礼法匠的剃刀 剃你的头和刮你的胡子 把虚法放在天平上秤 然后把它们分成几份 围困这城的日子满了 你要拿虚法的三分之一 在城中用火烧掉 又拿三分之一 在城的周围用刀剁碎 三分之一撒在风中 我还要拔刀追赶他们 你要在这些虚法中取几根 用你的衣角把它们包起来 再从这几根虚法中取一部分 投在火里焚烧 火必从那里蔓延到以色列全家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就是耶路撒冷 我曾把它安置在列国中间 万邦环绕着它 但它违背我的典章 行恶胜过列国 触犯我的律力 比环绕着它的万邦更坏 它弃绝我的典章 不遵行我的律力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比你们四围的列国更叛逆 不遵行我的律力 不遵守我的典章 连你们四围列国的法规 你们也不遵守 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敌对你 我要在你中间 在列国的眼前 施行审判 我要因你一切可赠的事 在你中间施行我未曾行过 以后也不会这样施行的审判 因此 在你中间 父亲要吃儿子 儿子要吃父亲 我要向你施行审判 把你余生的众人 分散到四方去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既然用你一切可赠的偶像 和一切可厌的事 来玷污我的圣索 我必收回对你的恩宠 我的眼必不顾惜你 我也不连续你 你的人民三分之一 必在你中间因瘟疫死亡 因饥荒消灭 三分之一 必在你周围因刀剑倒闭 三分之一 我要分散到四方去 我还要拔刀追赶他们 这样我的怒气才可以发尽 我向他们所发的烈怒才可以平息 自己才得到舒畅 我向他们所发的烈怒 完全发尽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说过的话 是出于极恨的心 我要使你变成荒帝 使你在你四围的列国中 和在所有路过的人眼前 成为羞辱的对象 我以怒气 烈怒和愤怒的责备 向你实行审判的时候 你就必在你四围的列国中 成为羞辱 激疯和令人惊骇的对象 也成了他们的警戒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我射出饥荒和毁灭的毒箭的时候 是为了毁灭你们 我要使你们的饥荒家具 断绝你们粮食的供应 我要拆遣饥荒和恶兽到你们那里去 使你丧掉儿女 在你中间 必到处发生瘟疫和流血的事 我也必使刀剑临到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谢谢大家